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週四定期更新 咖啡器材以及一些新資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每週四收到一些新的資訊囉 OK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最近的話題之王 就是Fellow的最近的新的磨豆機 Opus 那這台磨豆機呢 其實大家應該在網路上也看到一些資料了 是目前Fellow的各個系列裡面 是比較低價位的磨豆機 那學長先告訴大家 它其實適合什麼樣的人群 如果你是想要專攻家用意識 那無論是機器的啦 或者是手壓都沒關係 這台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一來它的價位很便宜 二來它的意識的水準相當的不錯 所以CP值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是以手衝為主的族群 那你意識可能要做不做的話呢 學長直接建議你直接購買的是Fellow的 Old Gen 2 那它的手衝效果呢 是比較好的 效果非常的好 那這台呢 就原則上它是以意識為主 OK 好 那接下來學長呢 會分為幾個段落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台磨豆機的特色是在哪裡 好 首先呢 我們要來聊一下 為了意識 這台磨豆機呢 它做了什麼東西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它的研磨度 它研磨度有41段 就從1到11 然後中間呢 有每一個段大段落有4個 所以它有41個研磨度 那學長使用的意識呢 大約會在2到3之間 那3大概是手壓意識 像 學長 Star Reso 這種手壓意識機 用3左右就很細了 那如果你是用商用的 或者是電動的磨豆機的話 大概在2左右 你的研磨度就綽綽有餘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還有大概將近10個研磨度 其實可以去做微調 所以呢 它是可以應付所有你看過的意識機的 OK 這一點是可以無庸置疑的 那第二點是關於它的刀盤 刻度盤 分為兩段 第一個是外面這11段 那第二段呢 就是把這個刀盤 刻度盤打開以後呢 裡面還有一個藍色的 這個環呢 這是微調的刻度盤 換句話說 譬如說你用的是2 但是你1.75對你來說 可能又覺得好像太細了 你是可以在這兩個研磨度之間呢 再進行微調的 那微調的段數呢 也非常的多 那幾乎可以實現類似這樣 無段微調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對學長來說呢 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 因為大家如果做意識的人就會明白 其實有時候最尷尬就是 兩個刻度之間 我就是找不到一個最好的刻度 那你就會很麻煩 那OPUS呢 它其實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它在義式的研磨度的微調方面呢 其實是非常貼心 非常舒服的 這一點學長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呢 是關於它的刀盤風味跟風味的問題 這也是大家最重視的部分 好 我們把磨豆機拆開以後呢 它的刀盤非常非常容易就可以取出來 就把刻度盤打開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像提把的東西 轉開 我的刀盤就出來 這是外刀盤 裡面是內刀盤 那這次OPUS呢 它使用的是 40mm的追刀刀盤 追刀刀盤 它的特色現在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設計的非常巧妙 然後這些設計本身呢 都是為了意識而存在的 所以不能不說Fail的設計功力呢 還是那麼的厲害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是這個 外刀盤的部分 外刀盤它採用了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就是它的上面這個部分 我們叫做長刃的部分 長刀刃的部分 設計得非常的長 但是最下面的短刀刃的部分呢 設計得很短一點點而已 那這樣的設計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嘛 那個長刀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咖啡豆從豆子切成比較小的顆粒 中小顆粒 那最後磨成細粉是靠著最下面這個小刀刃 換句話說 它因為有很長的一個刀刃 它就可以讓我的從大豆子磨成中顆粒 中小顆粒的這個過程呢 變得比較快速 然後最後它只需要用一點點的小刀刃呢 做處理最後一段就好 它可以減少我們這個磨豆機在功率上面的使用上面 可以省一些力氣 OK 就可以讓這台110伏特的義式磨豆機也可以達到它的功能 那這一點不得不說 就是設計其實蠻巧妙的 利用刀刃的組合去克服 因為我們都知道義式的需要的研磨度是非常細的 而且如果你有時候碰到的是很硬的豆子啊 或者很潛沛的豆子的話 它的功率需求就更大 那這是它第一個為了讓它的義式功能能夠實現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刀刃的設置跟配置呢 它有做調整 那第二點是關於它的裡面這一個內刀盤 內刀盤呢它有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設計緊構 就是一般的內刀盤呢就是我們都是刀盤在上面 下面是有一個中軸 中軸轉動的時候帶動我的內刀盤 那我的外刀盤是固定住的 所以這樣就達到一個研磨的一個功 但是呢這一次OPUS它採用的是不是用中軸喔 它中軸下面附了一個底座 就是刀盤下面一個底座 底座上面有三根角座 那它是用一個圓圈圈狀的外圈結構 那三個角座呢會卡在那個圓圈上面 所以整個圓圈圈轉動的時候呢 帶動了我的內刀盤 那這樣的做法比中軸比較起來會有什麼差別呢 最大的差別呢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部分是它三個角座呢平均私利去帶動我的內刀盤 所以呢它的負擔 就是剛剛也跟大家講啦 細研磨的時候我的刀盤的負擔扭力會比較大 就可以平均分配 那第二部分是呢 因為它的這樣的設計呢 它比較碰到比較硬的豆子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研磨不均的現象 因為中軸如果碰到很大的硬度的時候呢 它研磨的過程中其實容易會左右會有偏的問題 就會有偏心的問題 所以呢它是這兩點呢就可以增加 OPUS這台磨豆機在磨異式的時候 處理極細研磨的一些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外刀盤的設計或內刀盤設計 這兩個設計的交叉組合 都可以讓這台磨豆機在處理細研磨的時候的研磨的平均程度 以及它的耐用性都可以大幅的增加 所以這點也是在設計上面我覺得非常值得跟大家討論的 那同時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是 它的核心重點就是因為它的研磨式 就是刀盤的位置研磨式的部分呢 它採用的就不是金屬結構 是採用的是類似塑膠的結構 所以它也利用了這些設計機制呢 去減少它的研磨式的負擔 也讓它的壽命可以增加 那加上其實它原廠是保固兩年啦 所以各位如果是在居家使用 譬如說你一天不會超過20杯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它的這個結構本身 以及它的設計還是可以很耐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那風味上面需要可以跟大家講 這次OPUS的液式研磨的風味呢 香氣表現以及它的線條都相當的不錯 遠超過一個61千塊的磨豆機所帶來的表現 然後它在口感跟Body上面也非常的舒服 那你在做液式的時候呢 只要你液式的機器不錯 然後你的填壓技巧也不錯的話 可以做出很漂亮的Cream 所以這一點大家是可以不用去懷疑的 它的設計上面是確實是挺優秀的 OK 那關於液式的部分呢 它有一些小設計 但是這些小設計也是學長要跟大家誠實跟大家講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完美的部分 比如說第一個部分 它為了避免卡粉的部分 它有設置離子除靜電的裝置 就是在這個出粉口的部分會有一個裝置 可以盡量減少細粉的沾黏 但是學長也跟大家講 在很細的模擬情況之下 以及你的豆子越硬 以及你的豆子越淺烘焙 或者是你的細粉越多的情況之下 它還是會出現卡粉的現象 那這個基本上無論是Opus 或是其他的大型的液式研磨機 其實概念都差不多 很難不卡粉 所以學長也直接跟大家講 它還是會卡粉 OK 所以它已經盡量的做到 讓它少卡一點 但是還是會卡粉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每次淹沒完的時候 還是要拿一個毛刷 稍微把邊邊清乾淨以後 再來進行部分的動作 你整體會比較舒適 然後當然它設計上面 有個蓋子可以這樣子往下壓的時候 會有一點空氣 把你的殘粉稍微往下推 但是一樣啦 這些都是亡樣不撈 好 那學長還是會拍一下頭 拍頭的時候還是會增下蠻多的粉 所以學長建議各位 譬如說你今天意思要20克的豆子 你應該要丟21克左右的豆子 丟進去 磨出來以後 上把手再重新秤重 這樣還是比較科學而準確的 你沒辦法說 我丟20克 我磨出來上把手就是20克 這基本上沒辦法做到 每一次都會有一些落差 那有時候嚴重的時候 會有一克左右的卡粉 那大家去了解它就好了 那其實大型的異式眼磨機 其實也會卡啦 概念差不多 它也沒有贏誰也沒輸誰 那接下來講一下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手沖的部分 手沖的部分 這台機器當然也可以有手沖研磨度 大概5到8 都是它可以符合的手沖研磨度 但是以需要的測試來說 我今天實際跟大家講 你的研磨度越細 這台的磨豆機的表現越好 換句話說 如果你習慣的是比較粗眼磨的 用8的情況之下 就遠不如你用5的時候的表現好 像學長用5的情況之下 我可能用一刀流來沖 因為比較細嘛 我用一刀流來沖 或是用攪拌法來沖 風味就還算不錯 但是如果你要用到8左右的話 它的風味就會比較分散一點 它力盡必盡 主要是用來服務義式的 那如果你是 我一心一心想要玩手沖 那我只是想要義式我沒打算 或是義式我只是偶爾玩一下 比例很低的話 我建議各位還是直接買GEN2 GEN2的表現 比這台的風味清晰度啊 扎實度都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都知道專款專用嘛 無所謂 就是實際上它就直接拿義式膜 OK那最後需要再補充一些 一些小的部分 譬如說 它這次有附兩個這個粉杯 一個是義式專用的 那這個義式專用的呢 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有個54跟58的這個溝槽 所以你的義式把手可以直接扣上去以後 翻上去以後搖晃一下 就可以進行布粉 這個部分是蠻方便的 但是呢 因為剛剛也跟大家講嘛 會有沾粉的問題 所以建議大家在布粉之前 還是要先拿毛刷 把上面呢先整理一下 你布起來會比較舒服 第二個就是像GEN2一樣 它有附一個手沖用的這個蓋子 換上去以後呢 它會比較貼合我的磨豆機的出粉口 所以它的噴粉現象就會再降低 會有附這兩個 那同時間呢 它裡面有兩個刻度盤 一個是外面這個刻度的 第二部分就是裡面 這個藍色的刻度盤 那外面的主要刻度盤 其實就是轉動 這邊有一個卡榫的部分 你就卡榫 等到你要的部分 你就可以完成 那裡面刻度盤呢 就是把打開 然後藍色的部分往下壓 然後開始轉動 你就可以再調粗 或再調細一點點 那一般來說手沖的話呢 我是個人是覺得 你不太需要調內顆度盤 因為手沖需要的研磨度 沒有需要這麼細 那剩下部分呢 就是關於它的材質的部分 就是幾乎整機 大部分都是塑膠件 因此 所以它的價位上面 就非常的甜 所以各位如果你的使用頻率呢 差不多每天10杯 20杯以內 那基本上呢 這個價位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你也不用太擔心 它的耐用度問題 所以呢 學長還是判定它是一個 很好的義式磨豆機 甚至於是一個CP值 超級高的義式磨豆機 那希望大家 如果對它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囉 OK 好 我們今天開箱的部分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